我继续阿富汗的第三起 2021年8月15日 穿着拖鞋扛着火箭筒的塔利班士兵 回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仅仅用了10天 被美军压制了20年的塔利班 几乎兵不血刃地回来了 总统加尼弃城而逃 理由是为了防止血流成河 与此同时 一架美国制奴干直升机 悬停在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屋顶 网友们把这一幕 与1975年的西贡大撤退 做成了对比图 当年在驻南越的大使馆上空 同样是一架制奴干直升机 卡巴尔人心惶惶 机场挤满了人 数以百计的人 在追逐起飞的美国飞机 有三个人还从飞机上 掉下来摔死了 其中一个是阿富汗国族的队员 年仅19岁 风华正茂 还有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 阿富汗著名的网红喜剧演员 卡桑被塔利班打耳光 后来媒体确认 他被塔利班杀了 他的尸体在一棵大树下被发现 布满弹孔且被割喉 卡桑曾在视频中嘲讽塔利班 但塔利班说 他曾是一名警察 参与了对塔利班成员的杀害 这就是现在的阿富汗 在短视频时代 各种消息漫天飞舞 从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中 很多人看不懂 现在的阿富汗和卷土重来的塔利班 为什么美国人20年都没有彻底消灭他 他到底是正是邪呢 为了做阿富汗 我大概看完了这本书 《无规则游戏 阿富汗旅被中断的历史》 这本书其实挺通俗的 被认为是理解阿富汗最好的著作 作者是一名出生在阿富汗的作家 强烈推荐你们读一下 我先说结论 虽然现在的塔利班感觉比以前温和的多 但他的内核和底色都没有变 依然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组织 这个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塔利班自己也从来没有否认过 他的国名依然是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给你们科普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伊斯兰主义也被称为政治伊斯兰 他的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 反对世俗化 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 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 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 建立由宗教领袖统治的 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 现在的伊朗基本上就是个伊斯兰主义的国家 1996年上台之后的塔利班 实行的也是这一套 而且是以绝对的暴力强制推行 之所以给大家的印象温和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塔利班学会了搞新媒体 他挺专业的 有专门的宣传部门 还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有啥事能第一时间通报给全球各大媒体 还在Facebook Twitter等平台拥有自己的账号 网站电子杂志啥都有 还发短信搞宣传 塔利班会拍短视频会写文案 把自己塑造成了反美斗士 碰到美军有啥丑闻 塔利班直接课程DVD到处发 他其实也吸取了上次执政失败的教训 确实也更温和了一点 但也就是一点 但在网络上他打造的人设却温和了很多 你们其实可以仔细看看 现在网络上不仅有西方媒体发布的 塔利班打人杀人的视频 还有很多塔利班吃冰淇淋玩碰碰车的视频 你们想想如果不是塔利班有意为之 谁能拍到他们吃冰淇淋呢 当然卡桑被打耳光 很有可能也是塔利班自己拍的 在那种情况下 不大有可能有其他人在现场 只不过这条新闻起到了副作用 正是由于塔利班专业的宣传 中国的网络上才出现了很多支持塔利班的声音 还有人美化塔利班是阿富汗的解放军 就我看下来 塔利班更像是极端版的太平千果 都是以宗教和反帝形成核心战斗力 在执政后都是以严格的宗教法令来统治 但太平天国更温和一些 塔利班更加严厉 从反帝反侵略的角度 他们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但从建设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 我不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 太平天国好歹还有一些相对先进的举措 而塔利班基本是一个前现代的组织 它要回到的也是前现代的伊斯兰起点 可能有小伙伴会问 既然塔利班这么落后 美国人怎么打了20年也没有彻底消灭它 政府军对它也没有招架之力呢 兰州大学的朱永彪教授说得很好 塔利班不怎么强大 主要是对手放水 我先说阿富汗政府军 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之后建立的政府 本质上是一个高度依赖外援的政府 它财政上基本靠美国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美国人的附庸 它真正能控制的区域就是喀布尔 首任总统卡尔扎伊也被称为喀布尔市长 其他大城市大多被当地军阀控制 农村主要在塔利班手里 美国人扶持的政权一般都是腐败的 从蒋介石到南越都是如此 阿富汗也不例外 根据透明国际2020年的青年指数排名 阿富汗在所有179个国家中排名第165位 按照官方的说法 阿富汗安全力量总共有35万2000人 但能够查明身份的却只有25万4000人 剩下的都被将军们吃空想了 你很难想象 这种这么原始的腐败手段居然现在还有 行政系统也是一样 花钱买官很正常 你想找政府办事 对不起先给钱 在阿富汗这都不是潜规则 而是明规则 调查显示有一半的阿富汗成年人 每年至少行贿一次 人均每次行贿金额是160美元 而阿富汗人均年收入还不到500美元 有时候塔利班也行贿 阿富汗政府的官员 让帮着办事 这些当官的不管这个 你只要给钱都可以 根据2014年的一份报告 阿富汗国防部丢失了超过20万件武器 后来发现这些武器都被人卖给了塔利班 阿富汗政府的腐败 基本上是从头腐败到脚 2009年卡尔扎伊政府的副总统 埃哈迈德奇亚马苏德 就堂而皇之的带着5200万美元现金 飞到了迪拜 被人家反洗钱的部门给抓了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就指出 赃款几乎每天都会通过 帕米尔航空公司的航班 从喀巴尔运往迪拜 整个航空公司由阿富汗官员 和喀巴尔银行共同拥有 银行的董事长 自己就在迪拜的棕榈岛上 买了39处房产 很多交通干道的哨所 白天是政府军 晚上就是塔利班 一个士兵对记者说 我们一个月最多就200美金 多半人是为了养家糊口 而不是给美国人打仗来的 所以阿富汗军队的战斗力弱 就可以理解了 塔利班进军喀巴尔的过程中 政府军有的一击而馈 有的不战而响 还有的收了钱就让道 很多人形容阿富汗政府 是当年的国民政府 真是太抬举他们了 国民政府至少还打了几场 在阿富汗的美国人也挺腐败的 这20年美国人为阿富汗 花了2万多亿美元 这么多钱过手 不腐败是很难的 但美国人的腐败 让人触目惊心 比如美军曾斥巨资600多万美元 从意大利空运了九只山羊到阿富汗 说要改善当地山羊品种 但后来莫名其妙的就死了 有人说被吃了 五角大楼一个特别项目 斥资1.5亿美元 在阿富汗建设了豪华别墅 给工作人员住 他们还斥资4300万美元 在阿富汗建立了一座压缩天然气站 这一成本是巴基斯坦的140倍 为了提升阿富汗空军投运能力 但由于管理不善 这些飞机至少有16架 长期闲置在机场跑道上 最后被以3.2万美元的价格 当废品卖了 这一来一去 4亿美元没了 相比于腐败的美军和阿富汗政府 塔利班这些年却在不断进化 美国人之所以20年都消灭不了塔利班 是因为塔利班打的是游击战 他们的经验我看了下 跟我们其实很像 总结起来就是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皮我打 敌退我追 虽然北约军队已经武装到了牙齿 但塔利班玩地雷战地道战 塔利班改造炸弹的本事非常厉害 65%的美军伤亡都是路边炸弹造成的 路边炸弹五花八门 有用旧炮弹地雷改造的 也有用煤气罐 高压锅 汽油桶 饮料瓶制造的 装上炸药 混进钢筑 铁钉 建材编脚料 接上引信就行 很多人说塔利班学过教员的游击战思想 这也不是啥秘密 全世界的游击战士都得读毛主席的书 我看有个中国记者去阿富汗采访 一位美国将领还一本正经的 请中国记者把地道战考给他们看看 说回国找个懂中文的士兵给好好讲讲 据报道 部署到阿富汗的美国军官至少要读12本书 有关于斯兰教的 有关于当地普什图族的 还有就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人民战争 游击战的理论 塔利班基本上是在农村活动 美军一过来 他们就让老百姓一逃二空 在村里只留下各种地雷和炸弹 塔利班说 美国人有技术 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一代人打不过你 我们的儿子接着打 我们的儿子死了 我们的孙子还能打下去 一旦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 都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很多人觉得美国人打阿富汗战争 是基于民主理想和道德 那挺一厢挺愿的 不经纳法索也不民主 人民活得也很苦 怎么就不见美国人行动呢 如果阿富汗没有用 美国人有病才去打 那些大祠都是为了师出有名而已 很多朋友其实挺幼稚的 因为塔利班反美 就觉得塔利班哪都好 这跟相信西方啥都好的人 其实是一类人 作为中国人心里要明白 既不要被美国人的宣传骗了 也不要被塔利班的宣传骗了 塔利班表达善意 我们可以接着 但不要太过于相信 塔利班的所谓的温和 国际关系本质还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 纵观阿富汗的历史 正如我推荐的那本书所说的一样 它是一个被外力屡屡中断的国家 阿富汗人试过各种各样的道路 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 一直到现在 阿富汗人都没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无论什么主义 如果路不能自己走 这条路就永远不可能走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1949年是改变中国国运的转折时刻 中国人靠着自己站起来了 才能堂堂正正的走自己的路 看完阿富汗的资料 其实最触动我的 就是阿富汗最普通的人 他们可能是当今世界 完全没有经历过和平的一代人 从1979年苏联入侵 阿富汗开始 他们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处在战争之中 战争开始时出生的婴儿 现在早已人到终年 死亡如影随形 安定富足的生活犹如幻梦 我看过一个来中国留学的 阿富汗女生的故事 对于她而言 用尽一生的力气 只为逃离自己的故土 我们现在看阿富汗 觉得像在看那样 他们的生活离我们太远了 其实100多年前 军阀混战的中国 就是阿富汗现在的样子 你如果问我 做完阿富汗这三期有什么感受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和平和富足的生活 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来之不易 我们要好好珍惜 感谢观看